東北郊海岸著名的景點象鼻岩 在今天下午斷裂掉進海中 相關單位也證實 這鼻岩因為長期受到風化的影響 在海水拍打侵蝕之下才會消失 消息傳開來 讓不少民眾驚呼 東北郊少了一個景點實在可惜 鎮鎮浪花拍打岩壁 不過靠近一點看 這塊岩石像是一隻大象 有著凸起的頭部和大大的耳朵 不過鼻子去哪了 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冒著風雨特地來看 新北市東北郊海域最有名的橡鼻岩 卻目睹它的鼻子斷掉了 16號一早有人發現橡鼻岩的鼻子突然崩落 趕緊通報相關單位前來查看 據了解岩炳一長期受到風化 加上海浪拍打侵蝕 才會在16號下午斷裂消失 要下午過去看 風也蠻大的 它自然的風化跟海水情緒這樣子 這段時間它掉了之後 其實民眾可能還會再去看 那安全的部分還是要不然不會 這一波的冷氣團 為全台帶來低溫跟強震風 也成為壓垮上鼻的最後一根稻草 東北角不只少了一個景點 民眾也不能再回味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記者 蔡志恆 新北報導 也有很多人 趕緊的 這般道感